2022年,对于大多数鼠虎人来说,想必都是很难熬的,本命年的影响使得生肖虎处处受阻,各方面的运势也都表现低迷。 好在2023年的到来,鼠虎人终于能够摆脱困境,走向新生。 2023年围鬼卯兔年,鼠虎人没有了太岁的干扰,整体运势也会有所改善。 吉星方面有太阳、天蚁相助,鼠虎人在事业上发展势头良好,付出的努力都会得到相应的回报,更有机会得到贵人和领导的赏识。 财运方面也是不错的,无论是正财还是偏财都有所收获,部分鼠虎人也能摆脱拮据的处境。 感情运势则有些波折,闲持桃花的到来,让鼠虎人平添了不少困扰,有可能所托飞人。 有伴的生肖虎也将面临考验,小心第三者插足自己的感情,另有凶星并浮,也威胁着鼠虎人的健康,对于自己的身体不可慢待。 不过总体而言,生肖虎在2023年的运势还是很不错的,只要坚持住本心,鼠虎的人还是大有可为的。 财运方面,鼠虎人在2023年的财运良好,较之去年有了明显的提升, 尤其是那些经历财务危机的鼠虎人可以松一口气了。 首先是政财方面,事业上的进步,鼠虎人的收入自然是稳中有升,当然,想要获得更多的财富,鼠虎人也得付出相应的辛劳。 偏财上得益于贵人的指点,也是有着不错的进展,不过鼠虎人也要懂得见好就收,过犹不及的道理。 还有就是在最近几年的经济形势下,鼠虎人对于自己的钱财要有合理的规划,尽量避免那些大额的回报慢的投资,也不要轻易借钱出去,保证身边有充足的资金。 在支出方面也要有所控制,做好收支计划,不要胡乱消费,一些没必要买的东西就不要花钱。 在事业运势方面,2023年鼠虎人的事业运势有了显着的提升,鼠虎人不再束手束脚可以大步向前了。 新的一年在极星的加持下,鼠虎人有着不错的人员,无论是上司还是下属都相处得很融洽,鼠虎人的努力也都能获得大家的认可,且在贵人的关照下也能接触到更好的表现机会,鼠虎人要做的就是大展拳脚,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与魅力。 本年度鼠虎人只要踏实肯干,不骄不躁,待人和善,相信一定能取得不俗的成绩,今后的事业道路也会越走越顺。 有空闲的时间,鼠虎人也要用来提升自己,社会的发展,日新月异,要紧跟时代的步伐,不然是很容易落后而被淘汰的。 还有想要跳槽的鼠虎人,千万切记一定要先找好下家,裸辞还是不可取的。 再来是鼠虎人的感情运势。 进入2023年之后,鼠虎人的感情方面还是有些起伏的,单身的鼠虎人有着旺盛的桃花运,不过烂桃花也泛滥,被烂桃花缠身的鼠虎人有可能错失良缘哦。 当然了,鼠虎人也不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,处处留情很容易迎来现实报,还会破坏你原有的好运势。 有伴的鼠虎人更是要忠于自己的伴侣,把持不住的话,有可能让原本的美好感情付诸东流,而烂桃花最终不会有好结果的。 有家庭的鼠虎人也要多陪伴家人,作为一个事业心比较强的生肖,鼠虎人往往容易忽略了家人的感受,和家人之间还是要多一些沟通,以免产生隔阂或是一些不必要的误会。 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对你的运势有着极大的提升。 除了感情方面,鼠虎人在新的一年里健康运势也要多加注意。 2023年鼠虎人的身体状况虽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,但是胸心并浮地干扰,让鼠虎人会被一些小毛病缠身,尤其是上了年纪的鼠虎人,不要嫌麻烦而不去治疗,小心演变成大毛病。 现代人长期服务工作,又缺乏锻炼,而且大多数的作息还不规律,长期下来身体很容易出现问题。 不过,只要鼠虎人接下来的时间多注意休息,空闲的话多锻炼锻炼,改掉之前一些不良的习惯,身体自然就能好转过来。 在东方,老虎象征着权力、热情和大胆、勇敢勇敢。 鼠虎人是一个爱造反,引人注目,并难以捉摸的人物。 鼠虎人受到大家的敬畏,使人害怕。 鼠虎人能使家庭避开三大灾难,火、贼和病气。 假如别人对鼠虎人那生龙活虎的性格能习惯,那么,在你的四周会拥有幸运。 鼠虎人的活力和对生活的乐观具有感染力,你会唤起人们心中的各种感情。 总而言之,吸引人的鼠虎者会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。 由于鼠虎人生来不知倦怠并有些鲁莽与懒惰,所以他们通常行动很快。 鼠虎人生性多疑,摇摆不定,常做出草率决定。 鼠虎人很难相信其属他人或平息自己的感情。 鼠虎人绝不把事情憋在心里。 同时,鼠虎人又是一个老实、柔情和慷慨的人,而且有奇妙的幽默感。 鼠虎人的内心世界是浪漫的。 鼠虎人爱玩,热情,感情丰富。 鼠虎人恋爱或结婚将会有良多感受。 鼠虎人在嫉妒时会表现出过分的占有欲或爱争吵。 鼠虎人在生活中的第一个阶段也许是最好的。 在鼠虎人成长初年,鼠虎人会学着控制自己火爆的脾气, 这种脾气可能会使鼠虎人令人讨厌。 在鼠虎人青年和壮年时期,会埋头追求成功并完成鼠虎人的梦想。 假如鼠虎人能学会放弃前排座位,使自己放松, 那么鼠虎人的晚年有可能是平静的。 然而这将是很困难的。 由于鼠虎人会为所做的事情后悔, 从而受到苦与乐的折磨, 所以鼠虎人不会这样做。 每个鼠虎人都很仁慈, 鼠虎人爱一些能引起幻想的东西。 鼠虎人一旦开始注意一件事,就会忘掉一切。 鼠虎人做事从来不三心二意, 就像老虎盯上猎物一样, 相信鼠虎人会使出百分之百的气力来做事情。 感情丰富的鼠虎人, 在年轻时候的生活通常是放荡不羁的。 某些人在老了以后也改变不了。 这也许是由于鼠虎人除了是乐天派外, 还不重实力,不怕危险。 鼠虎人对不赞同的事情表示蔑视, 嘲笑和痛骂被传统观念束缚着手脚的社会。 鼠虎人总想表现自己, 这形成了鼠虎人的个性。 假如碰到造反或对传统方式进行挑战的机会, 鼠虎人将全力参加。 假如说这是缺点, 有谁会由于这些而减少对鼠虎人的爱呢? 不, 实有八九惠位之喝彩。 大家也许不赞同鼠虎人的鲁莽, 并为鼠虎人疯狂的大胆勇敢勇敢行为而吃惊, 但大家又不会忘记为鼠虎人祈祷, 鼠虎人的成功就如同大家自己的成功。 当鼠虎人沮丧时, 鼠虎人需要不满真诚的同情。 不要按情理推断谁对谁错, 逻辑并不受鼠虎人欢迎。 安慰鼠虎人时, 赞美的话语不要吝啬, 假如事情好转, 鼠虎人会加倍来报答别人。 鼠虎人喜欢聆听别人夸奖的话语, 并会牢牢记住善意劝告的每一个字, 但这并不意味着会接受这一劝告。 二者是有差别的, 不管鼠虎人有多么潦倒, 所遭受的打击和失望有多深, 鼠虎人是不会气馁的。 哪怕只剩下一星火花, 鼠虎人也要用它重新点燃生命之火, 那永不熄灭的精神能使鼠虎人再度复活, 变得生机勃勃。 在碰到压力时, 鼠虎人可能会有依靠性, 不过虎还是以鼠虎人那统治大众的姿态而著称。 某些鼠虎人是温顺的, 敏感的和有同情心的, 但某些则是顽固的, 自私不讲理的。 当鼠虎人发怒时最好是等鼠虎人喊得口干舌燥, 把对别人的反感全部发泄出来后, 鼠虎人会检查自己的利己主义。 那时, 鼠虎人会平静下来, 理解别人, 让别人发泄。 这能使爱情破镜重圆。 总而言之, 鼠虎人的生活是反复无常的, 时而开怀大笑, 时而又泪流满面, 有时还会感到很失望。 大家不需可怜鼠虎人, 鼠虎人也不需别人这样做。 假如完全按鼠虎人所选择的方式生活, 那么, 生活会给鼠虎人带来无穷的乐趣。 鼠虎人是最大的乐天派, 时刻迎接新的挑战。 像龙河鸡一样, 虎的本性极力极。 假如鼠虎人的私心受到伤害, 那么, 金钱, 权力和名声对鼠虎人来说都是无所说的的。 在受到挫折时, 鼠虎人会变成别人所碰到的最小气, 最卑劣的暴徒。 复仇心会使鼠虎人去做任何事, 甚至会把屋子翻倒。 别人的怠慢会使鼠虎人激怒, 尽管鼠虎人能在大事眼前沉住气。 千万记住鼠虎人痛恨被人轻视。 有意思的是鼠虎人一生中的两大缺点, 竟是鲁莽和优柔寡断, 这是一对矛盾。 假如鼠虎人能学会走中间道路, 将是极有成绩的。 鼠虎的女士是迷人的, 她表达能力强, 自由开放。 喜欢擀时髦, 能花几小时试验新发型, 化妆和试衣服。 她频繁由于自己没有衣服而感到伤心, 说实话她的时髦女装就像蓝工作服一样多。 活泼, 无敌意, 像一只甜甜的小猫, 她的举动受到人们的好评。 请不要嘲笑她, 她把爪子磨得尖尖的, 就是为了防御万一。 她能自然地把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结合起来。 要是有舞会, 她每次都会去玩个够。 她极适合与孩子在一起, 会讲好听的故事, 模仿小丑, 做鬼脸或给人以美丽的微笑。 她会放弃束缚孩子们的一切规矩, 使鼠虎人们永远喜欢她。 鼠虎人和鼠猪人一起会生活得很好。 这是因为吟害河的缘故。 好性格的鼠猪人会弥补鼠虎人的鲁莽, 给鼠虎人以不乱和安全的情绪。 鼠虎人与讲实际的鼠狗人一起合作得很好, 鼠狗人会忠实于鼠虎人, 不仅能约束鼠虎人, 也能使鼠虎人变得理智。 吸引人并实事求是的鼠马人, 也是鼠虎人的伙伴。 鼠虎人们对生活有同样的热情都很活跃。 但迅速而灵敏的鼠马人能比率性的鼠虎人先一步感到危险, 因而鼠虎人会受益于鼠马人的伙伴的精细反应力和感觉。 鼠虎人与出生在鼠年、阳年、基年的人或另一个鼠虎人相处不会感到困难。 鼠虎人永远不要做一件事, 那就是向牛年出生的权威人士挑战, 这是一个严厉的、不妥协的对手。 鼠牛人不容鼠虎人的胡作非为。 在敌对中,牛有可能把虎置之于死地。 同样,鼠蛇人与鼠虎人同盟是不可取的, 两者独一的共性是都具有多疑的本性。 但鼠蛇人是温顺的、冷静的、胆小的, 而鼠虎人则会大声指责别人, 鼠虎人们是不会和谐的。 最后,鼠猴人是鼠虎人不可捉摸的敌手, 这个聪明的小顽童无休止地取笑鼠虎人, 而鼠虎人只会发脾气, 结果还是自己愚弄自己。 鼠猴人的诡计多端会使鼠虎人有所领教, 鼠虎人在对副鼠猴人的过程中可能会吃苦头。 总体来说, 人要依照生效的运势与性格的不同来去适应生活, 这样日子才能过得滋润且有滋有味, 祝福天下所有的鼠虎人2023年, 福气满满, 才气满满。